作为歌手 她的演艺风格横跨台湾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时代 且在国语歌曲 缅男语歌曲两方面都有不俗成绩 在台湾 她的人气甚至越过邓丽金 她的一生是一部台湾本土歌谣进化史 跨越三个年代 而在每个年代 她都可以顺时应变 1970年代 她是琼瑶市电影主题曲的主将 音乐风格单纯 明朗 浪漫 1980年代 她在自己演唱的歌曲里引入更多西洋曲风 音乐风格动感 热情 1990年代 她传承台湾本土歌谣 音乐风格深情 成熟且洋溢着大地的泥土气息 在舞台上 她总喜欢用裤装搭配风格迥异的帽子 再配合着她那富有雌性的嗓音和憨直的微笑 并用举手里向观众致谢 这一切都成了她独特的标志 她就是素有帽子天后之称的 凤飞飞 作为当时歌谈顶流级的大人物 她却在27岁事业巅峰期是出嫁隐退 病适后的她留下40亿遗产 而死讯却被瞒一个多月 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事业中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死讯又为何被隐瞒呢 而她的儿子如今又身在何处呢 22年8月31日 凤飞飞的儿子赵鹏林 罕见地拍全家福悼念母亲 还透露小时候经常被母亲追着打 赵鹏林分享了许多张家庭照 悼念母亲 其中一张是全家福 非常珍贵 我看到凤飞抱着儿子 当时刚当妈妈的她笑着 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 赵鹏林还谈到了母亲凤飞生前的点滴 她说任何事情 在妈妈手里一定都能解决 相比之下 她明显没有母亲的毅力 甚至无法模仿 但是 从小母亲给予的教育 让她在每次遇到困难和障碍时 都能拿出面对的勇气 她笑说 别人都是严父慈母 自己是严父原母 小时候经常被妈妈追着打 她还说 当初父母让她去英国留学 结果丢下她后 夫妻俩去了其他地方玩 从赵鹏林的话里 可以看出她仍然很尊敬母亲 凤飞飞 原名林秋卵 1953年8月20日出生于台湾 虽是家中独女 却天生满匹爱和兄弟几人一起爬树 打架 赛跑 十一二岁时 和哥哥比赛水中逼气 造成耳膜发炎 24岁因耳朵长肌肉治疗时 伤到中枢神经 导致失聪 除了爱打架捣乱外 凤飞飞还是有点别的爱好的 比如说唱歌 闲暇时 她总用歌声换取大家的掌声 周围人都知道她有音乐天分 1967年 14岁的凤飞飞参加台北市民生广播电台歌唱训练班 当时的老师是资深歌手洛铭 1968年 那时的台湾流行举办各种歌唱比赛 15岁的凤飞飞充满自信地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 过五关斩六江的她 以一手王昭君广授评为好评 荣获第一座冠军奖杯 参加完比赛的凤飞飞 和一家经济公司签约 由于原名林秋轮拗口 她拥有了第一个一名林熙 1969年 怀着对民谣的挚爱 踏入演艺圈的她离开大西老家 以林熙之名首次登台于台北云海酒店 对她而言 舞台大小不重要 只要能实现唱歌梦想就足够了 1970年 著唱于台北真善美 小麒麟 新加坡舞厅等地 著唱的两年 凤飞飞尝尽人情冷卵 于1971年 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初见一日》 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歌手生涯 已经发布 反响热烈 几个月后 凤飞飞的机会终于来了 著名制作人张宗荣听到了这首歌 青春懵懂的凤飞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并邀请她在闽南语剧宴双飞中饰演侠女柳尚燕 且让她亲自演唱主题曲 对她被加赏识的张宗荣还给她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凤飞飞 意为凤凰高飞 1972年 签约海山唱片的凤飞飞 事业一路爆红 甚至可以说出道极巅峰 三月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祝你幸福 同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燕双飞 饰演侠女柳尚燕 并演唱该剧主题曲 六月发行专辑五月的花 销量达到三十万张 在当时有这样业绩的都是屈指可数的 1973年2月 在中式综艺节目金曲奖上演唱歌曲红强威 这也是凤飞飞首次以歌手身份在电视台演唱歌曲 童年与中式签下基本歌星合约 并主持综艺每日一星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在刚踏入演艺圈时 为了登台有像样的造型 她戴了一顶鸭舌帽演唱 结果反响异常热烈 之后在舞台上 凤飞非常以帅气的裤装搭配风格迥异的帽子 配合着那富有雌性的嗓音和憨直的微笑 并用举手里向观众致谢 这一切都成了她独特的标志 自此 帽子割后这个称为建筑个大报纸杂志 1976年1月 获得综合周刊举办的第一届金像奖最受欢迎歌星奖 7月 主持综艺节目《我爱周末》 该节目是凤飞飞主持的第一个常态性综艺节目 节目播出后 她以自然亲切的主持风格受到观众追捧 1977年1月 发行专辑《我是一片云》 专辑销量突破15万张 并获得歌林唱片公司颁赠的金唱片奖 专辑收录的《穷瑶电影》《我是一片云》的同名主题曲 在华语地区亦受到广泛关注 彼时的凤飞飞成了《穷瑶电影》主题曲的常客 知名度一跃千里 1978年1月 发行《月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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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凤飞飞朦朦朦为美的演唱风格 1979年1月 获得首届金嗓奖最受欢迎歌星奖 6月 出演个人首部电影《春寒》 该片获得第1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就在大众以为凤飞飞事业如日中天 要积留永金更上一楼时 却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凤飞飞退圈和一富商结婚 当时前途无限的凤飞飞这一座法令很多粉丝心碎 在凤飞飞的事业正处巅峰期时 却被爆出有意隐退娱乐圈与富豪赵红奇结婚的消息 当时所有凤飞飞的粉丝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当时的凤飞飞才27岁 在娱乐圈中发展的浅洁一片光明 但她却选择了为爱而隐退 而且还是嫁给了被人们一直不看好的富豪 不过她从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质疑 毅然决人地投身这段感情中 并已居中国香港 正式退出歌坛 与赵红奇结婚后凤飞飞彻底从事业回归家庭 但之后因赵红奇公司出了问题 直接导致了破产 2003年 凤飞飞顶着压力再度付出 对外宣称是因为太想念舞台 所以决定回归 但在外人看来是凤飞飞只是为了挣钱帮助丈夫重新站起来 2009年6月13日 赵红奇因肺腺癌此事 享年70岁 对于她来说 爱人是自己生命中的挚爱 那些日子里凤飞飞满面憔悴 宛若哭夜 或许是悲伤过度 又或者是与丈夫坚真的存在某种缘分 在赵红奇逝世的三年后 凤飞飞也找到了归宿 2012年2月13日 台湾乐坛急发重磅消息 影响一代人的帽子歌后凤飞飞 于1月3日凌晨3点19分因肺癌在中国香港去世 享年59岁 以代歌后就此陨落 为何在去世42天才公布消息 原来 凤飞飞将复告发布时间 如何告知媒体和歌迷都做好了计划 可以说亲自策划了身后事 2012年2月13日 凤飞飞律师江燕伟召开新闻发布会 透露出具体细节 凤飞飞在生前清楚自己十日无多 她预测自己会在农历元宵节前后与世界告别 索性推迟公开消息 一方面是因为凤飞飞长久以来形势低调 不愿媒体曝光她的后事 另一方面她也考量到粉丝的情绪 毕竟按照节日习俗 那段期间是讨吉利的 临终前的凤飞飞 不忘她的歌迷 留下一段语言 感谢粉丝长期以往的关注与支持 自己下辈子还愿意唱歌给大家听 2012年2月12日 凤飞飞被安葬于生前最喜欢的台湾桃园大席 四十亿巨额遗产 全数留给爱子 凤飞飞的歌唱特色在于其高超的转音技巧 集对不同歌曲都有不同诠释 在歌曲中我们可以听见她时而感伤 时而优美 时而娇羞 时而铿锵有力的不同表达方式 让人百听不厌 而出道初期 凤飞飞在发声和发音上都带有浓重的土味 就连她演唱的名曲《我是一片云》 追梦人都能听出她在发音上的偏唱 但这并不影响凤飞飞在听众心里的地位 她不仅坚持歌唱事业 还把部族发展成了特色 最终她把那带有浓厚敏南枪的用运方式 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凤腔 起初成名并走红的凤飞飞 在台湾有着第一天后之称 无论是媒体还是大众 都会拿她和邓丽君做比较 但两人风格完全不同 怎么比个高下呢 不过 听众也有自己所谓的评判标准 在当时的台湾 凤飞飞要比邓丽君更受欢迎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 有这样一句话 人们心目中的宝岛 是 城隍庙 但紫面 鱼丸汤和凤飞飞 借此不难看出凤飞飞在街头巷尾多受关注 被誉为阴郁精灵的黄韵灵就是疯狂的凤迷 甚至在当时 不少夜内月评人都认为凤飞飞的江湖地位 应该更胜邓丽君一筹 戏称她为 宝岛天后 正所谓个花入个眼 哪能那么容易就分个所以然出来呢 那只不过是粉丝们自己想出来的一套标准 凤飞飞既不是专业歌手 也不是专业主持人 更不是专业演员 但她能不断挖掘潜能 一步一步登上演艺圈顶端 成名后的她 依旧保持小镇姑娘的淳朴 简单 这应该就是歌迷喜欢她的最大原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